好 既然三人行不行 我们就来看经常陷入三角链的星座有哪些 看看有没有阿喜的水瓶座 有没有我的天蝎座呢 来看一下排行榜 第一名 摩羯座 同意 我也同意 我觉得摩羯座是闷骚派 然后他们是三角链的常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喜欢成熟稳重的类型 也就是说他们的菜多半是已婚人士 对 或有一点成绩的人 那这种人身边可能已经是有伴了 真的是 很容易对不对 因为这一类才能满足他对男人的需求 除了很稳重以外呢 很可能也有一些让他有安全感 那摩羯男生很喜欢有风尘味 风尘味的女生 所以如果说我喜欢上一个摩羯男 我就要打扮着飘 就会差一些水怪兰的眼影 或者束腰绿 完全弄歪 因为我觉得摩羯座喜欢有历练的女生 有耶 懂得不是小女孩的那一种 但就是要有一点姐姐 对 有一点姐姐 会有一点懂事 然后有一点沧桑 他也觉得蛮有味道的 好奇妙 是 而且我刚刚说了摩羯座是闷骚 是 所以外表堂堂正正或貌似中良 或者是看起来很正派 但私底下不知道在干什么 早七点三的也还蛮多的 可是他们很难攻破 你要知道 当一个很容易为了感情头晕 然后在那边 我今天失恋了 我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旁边还可能会去发现说 你怎么了 你爱上了谁 不行 或者是阻止你 或劝告你 摩羯座 他外表就如如不动 看起来很正常 可是私底下很可能 那个情绪的奔流 搬云附雨 对 非常的奔放 翻腾 是 然后他也不会让你知道 而且他也忍得下去 他们好能忍 我遇到的朋友 现在谢金燕 孩子的爸是谁 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是不是很能忍呢 是 典型的摩羯女 摩羯女如果不陷入三角恋 其实我觉得他们通常人生是 被他经营得蛮成功的 有哦 对 但是如果你要经营秘密恋情 你应该也会经营得蛮成功的 但是你们会很苦 不要再忍了 真的 讲出来吧 很辛苦 让我们把你公布出去 强迫你分手 强迫你分手 然后你就会活在正大光明里面 不需要挑苦头给自己吃 双鱼座是不伦练的常客 因为他很容易沉浸在当下的氛围里 什么叫他当下的氛围呢 那就是不顾现实 也不顾眼前的一切 只求当下感觉 feel 对了 怎么有点瞎啊 你说呢 太阳金星或者是 我觉得上升星座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 双鱼沉浸在当下的气氛当中 很容易去迷惑他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会嫉妒跟吃醋 你知道双鱼座这个星座 在占星学里面 它代表牺牲跟奉献 所以他其实是不介意 当那个牺牲奉献或背后灵的人 真的 他如果一旦知道自己是小三 他可以把小三扮演得很好 我没关系 对 我不上位没有关系 你好就好 这叫做牺牲 这叫做奉献 好伟大的一个星座 所以你说那个男的 是不是很开心 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 对不对 而且反而会更爱他 因为换成我们固定星座 我们是属于占有欲比较强的 我们怎么可能说没关系 我们很怕说了一句 没关系你就真的跑掉了 或你真的更爱他 我们看着你走了以后 就觉得不能接受 可是双鱼座它可以忘掉 它可以想说没有关系 你还要跟你的太太和和乐乐 你开心我就开心 哪里开心啊 它真的可以自我欺骗 它真的可以麻痹自己 真的可以无我 这个至高无上的精神 就会让很多男人很感动 好爽 这太爽了 这太爽了 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 反而能得到你 像我们这种人 能够得到更多 比如说我什么都不要 所以人家什么都给你 那我们是属于那种 你家用多少钱 拿来 对 然后就不拿来 开始跟我们斤斤计较 其实我们 我们多简单的一个人 我们很实在 就是 我觉得每个星座 有每个星座的强项 像我们要学会放松 放手 其实我们这种固定星座 不放手会很恐怖 放手反而比较迷人 感情上吗 感情上 因为我们没有自信 才会抓得很紧 我觉得是 是不是 我们如果很有自信 然后你爱上别人 那就去吧 我们很帅气 很潇洒 很有自信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迷人的 我后来叫男朋友 都好怕我 因为我对他们 都没什么感觉 是不是 他们就觉得 抓不住你 是 那变动星座 则是要学会 就变动是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你们要学会的是 我们的务实 好不好 学着跟我们一样 会算账一点 因为说真的 有的双鱼座说 我不在乎 然后有的会得到 好的回报 有的是真的 就被糟蹋到死 对啊 你这么值得被虐 谁不虐你啊 是的 所以有时候要看运气 运气不好 你就遇到那种坏人 然后就消费你到最后 其实是很不好的哦 双鱼座 好 那因为你太浪漫了 你太那个 注重那种天 怎么说呢 缘分 太注重那种feel 天雷勾动地火 你太容易被这种东西束缚 所以必要的时候 到庙里走一走 再盖一下 好吗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耶 真的很需要 他们有时候需要 神明拉他们一把 因为普通人已经拉不动他们了 有 要听话好不好 对 去这一概 乖 来 第三名 第三名 射手座 好 你上身射手 那我这样我也要看这个吗 对 因为射手是感觉路线 对感情毫无设限 看似高手的他 一旦陷入爱情中 反而成为痴情种 反而成为传统派 我觉得传统派 当认定对方会 义无反顾地投入三角链当中 包容另一半的所有特殊状况 包括对方说 你等我哦 我先去批另外一个人 批完了 我再回来哦 射手座也可能说 好 我 启笑吗 启笑了啊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你去问小珍 你说好哦 小珍 哎呦 我不敢问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典型射手哦 我们上次有做过一个排行榜 讲到射手为什么会离不开一个错误的感情 是因为他们胆小 为什么 胆子小 其实很多射手是胆子小的 他就是希望人生当中有一个伴 就算这个伴像个影子一样 或者是他一直在忙别的事 没有很照顾他 但是他都会骗自己 有总比没有好 其实只要射手胆子大起来 你一个人都可以过日子的时候 你就无敌了啦 其实射手座很无敌的 但是其实很奇怪哦 射手座是很强大的 他可以照顾身边所有的人 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很虚弱 很小 很需要被保护 所以射手座非常矛盾 真的很奇妙 所以打中他心的那一个 让他觉得说我没有你不行的 那个人就可以奴役他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他们是不是很容易重叠 感情上 不能没有空窗期 好像是我身边的射手朋友 就是个无缝接轨重叠要不行 重叠两年半那种 你说的应该就是他劈腿了 他对上一个人 就其实本来就是没有感觉 但是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就是家人 但另外一个人 等他等了两年半 他觉得是真爱 这样你们很不公平 但是我觉得变动星座 蛮会自欺欺人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 他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跟这个是没有感情的 而我跟他是真爱 然后让自己度过那段混乱期 可是呢 其实在外人看来 这叫男女关系混乱 好吗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固定星座 我们固定星座是切得干干净 这九是劈腿 对 我们会切得干干净净 再开始下一段 好 我不是批评变动星座 但是变动星座 你们有很多 很特异功能的地方 比如说 你们真的很会 找一个漂亮的理由 说服别人 说服自己 那很可能你就会原谅 不该原谅的人 对 或者是处在 其实真的很混乱 但你认为你搞得很清楚的状况 但他们觉得很聪明啦 No 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是这一点 这个星座容易遇到的事情 所以变动星座自己要注意哦 是谁 天秤座 耶 你身边有没有啊 有 也蛮容易陷入三角链对不对 很容易好 他都形容自己 他就说他没关系啊 他可以当未安妇啊 这样就吵了 哇大白话耶 对 他说 没关系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身边的人怎么讲怎么骂 就是 讲不听 没关系啊 好 我们来看哦 天秤座陷入三角恋情 不外乎两种状况 一个是 他太不在乎另一半 导致对方心生怨对而劈腿 这是别人劈他腿啊 或者是个性好的天秤 电力太强 别人自动粘上来 所以就是自己劈腿 或警觉性太弱又不设限 就很容易成为三角席题中的一员 呆呆的这样 对 也有一种呆呆型的天秤座 那还有一种就是 他太好客了 太海派了 就很多朋友 是 每天都要呼朋一班 是 关之林就是电力发展中心 发电机发展中心了 规模很大 他当一辈子美女啊 是不是别人送上门来 对 大家都爱他 然后呢 有些天秤座 也是属于你说的 无缝接轨 他很需要有人在旁边 朋友不行吗 一定得是情人 应该这么说 我遇过一个案例 他就是先生被调到海外 然后他就一个人被丢在那里 但天秤座是一个 很需要生活中有人陪伴 比如说有商有良 他今天遇到什么事 总是有一个人在那边照顾他 或者随时来帮助他 结果老公都不在 就是调到别国去了 然后两个人这样子生活了三年之后 终于他被攻陷了 他就被他的主管 他的主管就发现说 你一个弱女子很适合 我来照顾你 对 常常一来二往的照顾来照顾去 他们就发展出婚外情 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很纠结 然后后来就考虑要不要离婚 有离了吗 后来要离了 因为先生其实这么久不回来也是有鬼 那离一离好了 恭喜你哦 所以你知道这种两地相思的这种事情 不要发生在天秤座身上 这种故事真的在告诉大家不要结婚 烂结论什么结论 三人行不行哦 Yahoo Yahoo